以新住民为主角的节目 幸福新民报 第四季8月27日起 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播出 这个节目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 介绍家乡的风土民情 以中泰音乐以及英语五种语言 呈现出新住民在台湾扎根竹梦的过程 她是歌唱比赛的常胜君 来自菲律宾的新住民朋友丁诗宇 是幸福新民报节目的主角之一 我觉得唱台语是很难 我国语已经很难 就是很难辛苦了 然后我唱台语更辛苦 但是我越唱这首歌 我又越感受 因为就是我觉得 这首歌的里面的意思就是 就是爱情的 然后给你最爱的人 给我吗 可以的 而来自越南的阮秋恒 担任节目主持亲切自然 她也是本季节目的主角之一 即将结婚的她 刚收到新北市的金铲子好运礼 除了感谢台湾给她的温暖 也希望自己可以扮演好 两国之间的桥梁 那主要还是想说我可以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 然后把台湾的美好带来给介绍给越南朋友 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自己在做一个越南 越南跟台湾的一个频道 然后把台湾跟越南我们就是连接在 了解真的很厉害 为了改变多数人认为新住民是指东南亚移民或移工的刻板印象 第四季节目的主角有来自东北亚东南亚美洲以及欧洲的新朋友 那新住民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们不但是诚挚的要欢迎大家 也希望大家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语言风土民俗文化介绍给大家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幸福新民报 是一个给带来很多家乡的温暖 以及大家同乡彼此之间互相的关怀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台湾 然后如果我这拿出来我的地图 当时会有人就问我 你要我的帮忙吗 还是Can I help you 我一定要一定需要介绍 我从小知道我也告给台湾了 不要改变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台湾的爱吧 全新的节目8月27号起 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三公用频道联播 首播为每周日晚上8点起 以中文 泰语 印尼语 越南语以及英文 共5周语言连续播出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安排重播 欢迎大家锁定新北市有线电视第三频道 记者方建凯新北市采访报导